南投县知名温泉顺地除了新一乡东浦温泉 仁爱乡立行村红乡部落也是游客喜爱泡汤的景点 为了发展在地观光 县府编列2000万预算 规划新建温泉会馆 并与部落及公所协调管理维护 县长林明珍表示 希望开发在地闲置公有建地 发展观光让更多人认识原住民文化 县府召开县物会议 讨论在仁爱乡红乡部落规划新建温泉会馆一事 县长林明珍表示 红乡温泉为天然演习温泉 为了发展周遭观光产业 县府规划在闲置公园土地新建温泉会馆 提升设施及服务品质 带动原住民市区繁荣 提供在地居民就业机会 红乡有温泉 而且温泉是自己出来的温泉 有那么豐富的温泉资源 所以想在红乡那边有一个县有地 要来兴建温泉会馆 红乡温泉会馆 想不到基础在这边的基民 也是原住民提出来要反对 兴建这个会馆 那么我在想说 要让你们地方发展 你们也在反对 那就很奇怪了 如果他们不愿意兴建的话 那么县长也很乐意 把这一笔2000万的金会收回来 我们做另外其他的使用 因为这个兴建红乡会馆 主要是让我们那边的售备更好一点 让更多的观光客到我们原乡地区 了解我们原乡的文化 同时也可以在那边基础 洗温泉带动我们地方的繁荣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呢 另外林县长也对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21条 表示有需要检讨或是修改 即便多数人同意 少数人反对 仍无法进行开发计划 但是县府开发与否 还是会尊重居民的意见 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原计划 第21条一定要做适当的修正 多数人同意 少数人反对 那么也是让我们这个计划很难执行 所以原计划这一条21条 里面规定要经得民主议会的同意 这条条文我想应该检讨去修正 避免将来要在人民地区 做更多的建设法都受到阻碍 没有办法去推动 原民局也指出 目前已在红业国小召开说明会 邀请地方居民与会 例行村民大多持证明意见 为部分其他居民表示反对 将持续与居民沟通协调 在所有过程合法的原则下达成共识 为活络在地观光产业而努力 局者 商信服 南投采访报道